新疆吐魯凡是典型的干旱地区,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,蒸发量高达3000毫米以上。 不过换个角度,新疆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缺水,因为新疆里面有汇聚的大冰村,总面积25000平方公里,占全国冰村面积44%,冰储量2亿7000万立方米,是天然的固体水库。 同时由于是盆地地形,四面高山环绕,令到水资源被阻隔在中高山区地段,而山口以下就面对长期缺水的难题。 所以新疆的用水、储水问题,是要透过引流收集,以及大型的水利工程,做到更善用现有的水资源。 2015年底,展开大河园引水工程,在吐魯凡山区上游建造一座水库,可以引水到下游,进行灌溉、供水又可以防洪,而且彻底解决吐魯凡的用水问题。 水库位于高昌区大河园镇北部山区,距离吐魯凡市大约60公里,水库总附用3024万立方米,能够满足高昌区10万亩的农业用水需求。 当地灌溉率亦都提高至七成半,季节性缺水问题得到大大舒缓。 新疆盛产提指哈密瓜,其中一个灌溉水的来源是来自大量的地下水。 吐魯凡有着历史悠久的陷移井,即是人工开作的地下混河,又叫做井渠,地下渠道绵延5000公里,所以有地下长城之称。 陷移井的基本工程结构由树井、暗渠、出水口、明渠和蓄水池组成。 当地人利用了地形的波道,水向下流,就将地下水引出地面。 通常一条陷移井有几个到几百个的树井,最浅的有一米,最深的有120米深。 离出水口最近的第一口树井是最浅的,在水源区挖掘的树井是最深。 陷移井虽然古老,但仍然沿用至今,能够将地下水引出地面,令荒幕变成绿洲。 仍然在当地农业灌溉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。